2019年香港修理风波中 年轻人参与其中 令方间对通识和教材内容质疑不断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 黄楚彪中学校长黄景良 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 通识和教材无需送审 导致出现漏洞 部分内容偏颇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年轻人 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争议 自2019年6月开始 由最初游行示威 演变成持续多月的暴力破坏 这些示威者黑衣面照下 多为年轻面孔 甚至不乏中小学生 据统计 截至2020年4月 香港修理风波中 共有80001人被捕 其中有3286名学生 占全部被捕人是41% 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 这一问题与通识教育失败有关 黄景良表示 通识和教材中 《今日香港》和《现代中国》片 看重时事 也因而醉剧争议性 当中今日香港片 加入了公民抗命及违法达议 这两个新概念 强调公义 却未足够警醒未成年人 违法所需代价 在黄景良看来 这是非常危险的灌输动作 中学生心智不成熟 很容易错误理解 把违法视作理所当然 从而侵蚀法律 在2014年占宗之后 在教材中出现了 前占宗后都有这些内容 说到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这件事 其实在同学来说 会有一种错误的理解 以为用这种做法 是一种公民抗命的做法 就不会是理所当然的 不是违法的东西 其实这种说法 其实是非常之偏颇 也都是有五道成分在这里 当这些教科书 在课堂来到去运用的时候 其实是对我们的同学 有一定的影响在这里 黄景良表示 香港有一部分学生 很少去内地 对内地不了解 不认识 必然会被唯一能够 与内地接触的教材 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入为主的 对内地产生负面观感 对国家不信任 甚至反感的情绪 由此衍生 2019年9月23日 香港教育局宣布 为回应公众 对通识和教材的忧虑 将为出版社 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七家出版社 自愿参与咨询 举方也表明 会研究该科课本 送审可能性 黄景良认为 通识和教材 既需要建立送审机制 也需要建立师资培训制度 最后的考试平和 也是关键 因为他主导学生 要学习的内容 他强调这三点区 缓缓相扣 才能转变 眼下负面影响 我们希望教育局 也要照着教材 当理顺之后 建立了一个送审机制之后 其实也要慢慢建立 师资培训制度 令到老师更加能够 掌握如何 来教通识这个科目 能够令到通识科的核心里面的 一些课程的内容 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 一个发挥出来